主席 主席 各位同仁 我們今天國安單位 非常多單位 國安局的 我們蔡局長跟所有的官員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主席,我可不可以請我們蔡局長 請 各位好 蔡局長 你的報告裡面 我看了一下 這個是 有時候是很難為 我要跟你請教幾個議題 第一個 中國 中共對台灣的作為 你寫的是兩岸情愫 雖然去反核 中共對台公訴 並未停歇 是這樣的意思 也就是說他們還在想辦法 要做各式各樣的 其中當然現在租信 比較發達 所以用租信的攻擊 我看你們這個數字 好像 快速很多 尤其是 馬英九做總統以後 差不多增加兩倍 208到209一下子 將近增加兩倍 從2000多變5000多 所以這個機器 是好像 對馬英九不大客氣的樣子 再來 我看一下 其他的部分 我想請教一下 他們這個 飛彈的這個部分 現在部署是大概多少 對台灣的飛彈 第一個我跟你報告 這個 駭客這個問題 他是全世界的成長倍數 駭客已經問過了不必講 沒有關係 全世界都很高 那現在 第二個就是說 飛彈 大概到現在為止 根據我們的統計 大概 當面的飛彈大概有1400多枚 1400多枚 但是最近又聽說到 那個福建又部署一個什麼 新的 那個是防空飛彈 這個飛彈聽說可以把 那個馬英九的舟機打下來 這樣子 不是 他這個飛彈是防空飛彈 你要進入他的領空 對他有危害 他才會 但是好像是我們一起飛 就變成他領空了 是不是 應該 應該不是 不是這樣子 對 現在兩岸 這個修兵 會上去 台灣的領空 還是台灣領空 馬英九這一部分還沒有放棄 是不是 應該是 如果馬英九一放棄的話 很危險 一飛上去就被人領空 你就倒了下來 不過 如果他要硬打 聽說可以嗎 因為他這個 可以打到200公里 是不是 如果他要打 當然可以 那他部署的地方 離我們台灣 總統坐機要起飛 有多少公里 因為你要看他 這個 在松山 我們用松山 100多吧 他射成200多 那就是說 要射就射得到 管理領空不領空 對 那如果真的想要啟動戰爭 或是啟動速箭 他才管理領空 戰爭都是跑到領空去打的 哪裡有時候 在領空不能打 所以這個當然就很危險 對 所以這個部分 他為什麼要佈置這個灰彈 這個是他的 因為 事實上 他這個防衛 不僅 不只是指對台灣 他自己 也 也 也有他的專業考量 對日本 是不是 日本啊 美國啊 都有 但是這種200公里的恐怕 還只要是 為 對 對台灣 頂多倒掉的日本 你講到美國演了一點點 沒有 他只要 那我再請教一下 那根據你們的資料 這一些演習 對台灣是比較多還是比較少 比較多 還是比較多 還是比較多 三十幾 裡面 有二十三個 對不對 可以說百分之七十以上 都是針對台灣 所以 國安局就要忙 就是要忙這些 就是因為他 其實好像反核 好像外交修兵 不然問外交好了 在外交上 我們在修兵了 他在外交上有沒有修兵 他在對 對我們的一些邦交國 會好 或者我們的國際空間 他是現在樂觀其成 還是繼續打壓 這個也有樂觀其成 也有打壓的 其實 他這一塊就是說 基本上 在邦交國這一塊 大概目前 沒有附挖的這樣子 的一個 一個 情勢 但是國際組織 這個 這個區塊 事實上 他是有選擇性的 鬆綁 但是 叫過去來講 是比較反核 這個 蔡集長 是 你這個應該算 金人出身 不是外交官出身 是 這不必想講外交用語 不然的話 國家的安全 國安會 變成 好像這樣好像就不是 因為你不是蘇琪 所以 你不要講那些 二長 因為你剛剛講那些 話是矛盾 什麼一方面 一方面又關其成 一方面又 某某入籍 某某入籍 很奇怪 他是分成幾個器塊 等一下有一部分 是挖邦交國這一塊 大概 你看到這一年來沒有 那這塊是比較 比較水中 但是 這個按照你的學法 叫做片很大 你寫說 雖然 你寫個雖然 暫緩挖我邦交國 但不斷透過經貿什麼什麼 對 友邦私主關係的能量 這個能量要幹嘛 能量就要打我們的能量 所以按照你寫的 外交上他其實也有在繼續 找我們麻煩 如果有一天 中國都不再找我們麻煩 我看國安局就撤掉了 你就沒得做了 所以我知道 現在還在找我們麻煩 剛剛講的外交 然後 金市 三十一個 裡面有二十幾個都是 針對台灣 情報 就是我們租信等等 那駭客當然到處都 但是為什麼會突然增加那麼多 當然 連那個Google都會被趕出去 你看他們管得多遠 但是 進到我們裡面的 我們管得都鬆 你看 他連Google這麼大 他都管得到 我們連他的進來都是 當然我們只有偵測到 才知道五千多個 但是表示說沒有偵測到 搞不好更多 所以這個是非常嚴肅的 一個事情 那我們也知道說 國安局 對台灣的國安 是非常認真 在把關 但是 像蘇琪他們這種 他們想法不大一樣 他們認為裡面 不大重要 國防不大重要 重要的是一種 他們的特殊外交 他們用那種方法 想要解決台灣的安全問題 你們用的是 比較傳統式的方法 要解決台灣的安全問題 那當然這個 蘇琪現在已經不在這個 總統五了 你知道他現在去哪裡嗎 他現在退休 對 他有沒有去跟你們相關的 機關做什麼事情 他目前還沒有 沒有 那援警基金會 是你們相關的 是不是 是我們合作單位之一 是你們合作單位 你們有幾個基金會 不是 我們跟很多基金會 都有合作關係 對 所以你們有所謂合作 就給錢嘛 對不對 你們除了給錢 因為還有什麼合作呢 我們就是一個委託委員的關係 對 他有沒有在接受你們的 委託研究案 誰 蘇琪 沒有 他在援警 基金會 有沒有有幾族 還是無幾族 他根本還沒有去 援警 那你很清楚嘛 你連有去都沒有去都知道 這個媒體 不是啊 就你講說他援警 我知道 現在他還沒去 有他去做顧問了 援警有很多顧問 對啊 我知道啊 但是喔 我要問的這個顧問 裡面是 有沒有錢 第二個 有沒有 錢力的錢 這個有錢力才重要啦 也就是我很擔心 蘇琪繼續 透過其他的 單位 繼續再把他的手伸到 我們國安單位 來跟你們組組點點 再深進去 國安啦 國防去組組點點 因為我們很怕 他的這種想法 是跟你們打對台的 是跟國安部打對台的 那這對國家安全 對他來講 也許他認為他比較高明 對我們來講 我們是認為會擔心啦 所以齁 我為什麼要知道 因為齁 他一去做顧問以後 這個就傳出一個說 這個 胡錦濤的兒子要到台灣來 這一點 你是知道不知道 還是說不會 還是一定不會 還是說 還在接洽中 還是怎麼樣 也沒有啦 第一個就是說 陸委會已經公開的 強調沒有這個事實 不是啦 陸委會說謊話 常常做事 我們要聽的是國安級 國安級 情資比較正確 我們也沒有 我們的資料裡面也沒有 你的情資裡面說 沒有說胡錦濤的兒子 我們台灣 有某一些單位 正在跟他接下 沒有沒有 我們抱歉 好簡單講 請教一下蔡議局長 你說你們的能力 是有可能知道 如果有人在跟他接下 你們是可以知道的 還是說你不知道 你們是可以知道 而知道沒有 還是說你不知道有沒有 不是 到現在為止 我們所獲得的任何資訊 你們並沒有說 有這樣的動作 你們看的是 不知道 到目前是 你沒有看到就對了 對對對 那你知道這件事情怎麼出來的 我不知道他怎麼出來的 那你國安單位也要知道 不然這個 這個你在 因為我們 擾亂國家駐安 擾亂國家的安全 就是 在給你們 麻煩你就是要查一下 你們不是天龍蜜王嗎 對不對 沒有沒有 連立法委員也都在監聽啊 所以 沒有啦沒有 沒有嗎 不然那個蔡通常說有都被你們監聽 沒有 我們上一次 上一次跟你講好多次了不是 我們也去看過我們那個系統 那不管怎樣子 胡錦濤的孩子 胡海鴻齁 如果來台灣齁 這個媒體上寫說是 政治上一大步 你是樂觀其成 還是你說這個不要 你總是要做一個幕僚給總統建立啊 因為這個不是事實嘛 我知道啦 而且這個交流 我是倒極的齁 以兩岸今天的狀況 任何人都有可能 因為他現在也沒有任何的官職 他也是一個學者 對 所以他 如果胡錦濤的兒子齁 又沒有官職 用學校啦 是最好的這個白手套 也就是最好的這種 秘密 我們叫什麼 秘密大使啦 他是最適當的對不對 其實 因為他可以齁 表面上沒有官職 但是回去晚上跟他爸爸 講講話 這個效果最好 所以你是樂觀其成齁 請他過來 我們好好把他招待 把他稍微洗腦一下 把他講清楚說 台灣人齁 就是不跟中國統一 齁 我們是一個台灣一個中國 你們不要隨隨便便吃我們豆腐 這樣子 這樣子比較好 還是說不要來比較好 我們 因為這個不足以我們主管的範圍 不是你主管 但是你要評估 因為這個 這個 我就可以 只要能夠對兩岸交流 這個關係反而有利的 都是好事 那是樂觀其成要請他來還是不要 這不是我說的就算了 我也沒有 我也不是審查委員 我跟你講 因為傳出來的亞太和平研究經濟 跟你們很有關係 對 但是亞太有否認他們有去邀請 他們否認喔 那裡面的人不小心爆料出來 不可能 因為我們根本 我也請教過他們 他們都說他們沒有 空切不來風 我看喔 你至少要去評估 這件事情如果是真的的話 你這個時候你不知道去評估 是好還是不好 如果是好的話 是請他 還是 連溫家寶的家人也請來 還是什麼 其他家人也請來 好讓你們 可以透過這個 叫做親人 親人的這種 失敗 不能講失敗 親人的情報工作 來 改變 他們這個領導者的一些想法 說不定這個 你 你才說 有沒有可能是蘇琪在搞 因為他最會用這種秘密什麼的 連你都蒙在鼓裡嗎 有沒有可能 應該不會 我跟你講 你是這樣子 你是我們 國安級級長 是我們 總統的國安最高幕僚長 所以理論上 你應該要好好的 善盡給總統 建議跟教育的這個責任 不然的話 你不教育 蘇琪或其他人也會在旁邊教育 甚至金魯聰一個人就可以決定一切了 這樣的話太危險了 因為你們才是有經驗的 他們沒有經驗 都是用一廂經驗 這非常危險 所以請你好好的注意 不要每次都不知道 不知道 謝謝圖委員 謝謝